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3月23號 中午12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我小浩抽到了 異界迷宮有奧登 但是我不小心讓小浩選了一個 開場前排會魅惑的遺物 所以說前排到底 蜥蜴人可不可以打斷動作這個就不好撤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把人家吸了之後然後再從天空上掉下來的話 其實在那個一場戰鬥中他會觸發很多次 所以說他會 他除了大招可以 可以那個把敵人的那個能量打斷之外 他在場上也會不斷的把那個人丟來丟去 所以也算是一種打斷敵人的那個技能的效果 我們再重新看一下 開場的時候他把這個希瑞絲吸起來 可是這個還有點殘硬 然後希瑞絲就掉下來 希瑞絲大概就這個地方掉下來 然後注意看他現在放大招蝴蝶人的量 減掉然後又吸小羊 你看才過了9秒鐘他就又吸第二次了 你看小羊掉下來那個那個連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小羊那個連物好笑 等一下喔我們加加加加速一下 好差不多了 小羊受傷的臉然後從從天上這樣蠻好笑的 好吸小羊 注意看小羊的臉喔他會從這邊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臉 他就從天上這樣掉下來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然後 就是因為不小心選到了那個那個什麼 前排魅惑所以說就不好測試說前排你這樣吸可不可以 先手打斷 好所以沒關係喔我們就是這個影片就是快速的看一看這個 這個效果 剛剛是不是 巴登沒有吸成功啊還是說他這個是一般技能會被閃避 我們還是慢一點好了 這次有吸到喔 所以這可能跟福克斯一樣喔 然後再吸 有吸到嗎 巴登跑這邊來 可是剛剛第一次好像沒有吸到喔 我們重視幾次看可不可以看到 剛剛是吸誰 因為巴登這個不是不是固定吸喔 他會吸那個生命比 生命值的比例最高的那個 生命值的比例 所以說剛開始戰鬥的時候大家生命值比例都是100嘛 那如果說有人先被砍一刀的話他就不會被吸 因為是生命值比例最高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開場他吸誰 他吸了 來卡 所以這個吸不是很好 去控制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曜光地國好了 來看一下他的技能說明 我還借了兩隻 這個 靈魂馬車這個一次出兩隻 我們看他的這個 黑 黑欲之旅 然後 將當前生命值比例最高的敵人吸入黑暗星界 所以說開場的時候如果說前排有人先被砍一刀的話 那他就不會吸那個人喔 因為先被砍一刀的話他的生命值比例就不會是100%嘛 那剛剛那場戰鬥是 原本是吸 巴登 然後後來重新read了幾次之後 可能巴登先被那個 我的前排的光盾還是獅子砍了一刀之後 血就減少然後他就去判斷說後排的那個 萊卡生命值是100%然後他就去吸萊卡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應該是會比較偏吸 只有開場喔開場可能會飄一點但是後 後面在戰鬥的時候應該是會比較偏吸後排的角色為什麼呢因為 後排的角色他的那個受傷 受傷的機率會比較低一點 喔我們來看一下自動好了不開自動不行 好這個是一般技能範圍技 喔大招 喔好像不錯耶不會死掉 好我們看一下重播 開場去吸誰 開場把光盾吸過來然後丟下來這個動畫有點殘疑 然後我開一下大招 大招是這是打誰啊有一個人跑到後面去了 喔又去打後面那個人 好然後丟來丟去所以說這也算是蠻強的控場你想想看如果他 他在場上然後配上古弓一個在那邊到處恐嚇然後一個在那邊到處亂丟 那個對面應該會很亂 好 然後選什麼勒選這個好了 好第二層 然後溫泉 復活這樣復活就會有兩隻雙保險 好 然後看一下沒有要買的 我們再繼續打看有沒有 看會不會發生什麼有趣的 我這個前排妹或是因為選到那個 選到那個什麼 選到那個遺物所以這樣看不出來 好像卡茲閃避了對不對 再看一次喔 去 吸卡茲 吸卡茲有成功嗎 喔有成功的樣子 先不要讓那個獅子去 去砍他好了 這樣不準 不要太自動好了 欸 還是成功耶 卡茲被丟到那邊去 再看一下 會不會失敗 好 不好意思喔那個 那個什麼忘了喝水 好 再試一下試試看有沒有可能會被閃避 如果說卡茲都不會被閃避的話那代表說這應該是避重喔因為卡茲其實 你如果他是物理傷害的話 卡茲幾乎是避閃 有沒有 有沒有 不可能這樣都閃不過啊 好再試 再吸 怎麼樣都成功喔 有沒有可能是光盾砍了他之後然後 讓他的那個閃避的次數減少呢 哇 我死掉 還好還好 剛剛還 還有一隻喔 OK 所以還是危險喔把一隻獅子放在下面好了 好 吸卡茲 喔 100%成功喔因為一開始沒有人打卡茲嘛所以說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開場那個那個閃避速度不可能不可能被耗掉 好吸卡茲 喔 100%成功喔 OK 連卡茲都閃不掉大概其他物理角色就 就不用測試了 好 然後我們再上上什麼角色勒 好反正上一些輔助的角色讓 讓那個八燈 八燈主秀就好 啊對不起澳燈喔 好電一下 然後小羊的那個能量少了510 呀 摔來摔去喔 大招 好電 然後把小羊吸進來 然後又丟下來 我光是死掉 糟糕 糟糕會不會 會不會需要用到那個那個艾亞之類啊 好死一名敵人隨機受到傷害增加 好 沒有光盾了怎麼辦勒 先用獅子吧 我還有雷克薩斯大大那個 那個雷恩 好 希望不要用到艾亞之類 好丟獅子 好炸光盾 喔炸女妖喔女妖的那個能量910整個整個被消掉 好 再丟 再炸 所以控場算是蠻不錯的喔而且一個人他也會丟只剩一個人他也會丟 然後我大概要用艾亞之類的 不過沒關係 等全部死掉在這樣艾亞之類好了 好然後上那個傭兵雷克薩斯的那個雷恩 不過有了雷恩之後可能就看不出來因為那個傭兵太強了 而且我還拿了一個那個雷恩的那個遺物 這個是暴力隊 哇975耶剛剛電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斯克的一個那個能量整個清空喔 這個好像好像不怎麼樣 好然後再試試看 好光盾被丟下來然後炸一下 好補血 這個看不是很出來 OK 那這一部影片大概最最值得測就是這個這個 哥布林喔 來看一下哥布林這個雷克薩斯 對不起 講到那個 那個奧登啊奧登打這個哥布林的效果如何 那測試的話我們上一些 上一些無關緊要的角色看看他的單體攻擊力如何 哇都死光光了 那還是上一下小羊補個血好了 加個數嗎 上雷恩就不準喔因為那個 怎麼講傭兵太強了 上 上誰 沒有什麼角色可以用 上一個國王好了 只是上來 萊卡沒有什麼用因為那個 因為他能量回好快喔 雙五一的關係嗎 啊我知道是因為說 因為那個 哥布林沒有 沒有能量 哥布林有能量 -394 所以說哥布林因為能量不高 然後 導致他的大招不會扣太多能量 因為雷克薩斯 那個奧登他的那個大招他是吃 怎麼講他就是你消耗對方能量越多你會扣的越多 因為我們現在打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 哥布林所以說 他的能量一直沒有很多 所以說 奧登他扣的能量也沒有扣很多 這樣子也可以過 所以奧登還不錯喔 而且奧登的特性是說 當你大招消掉對方能量 你沒有消很多的話 你扣的能量也不會扣很多他就可以一直開大 那大招本身的本身也有一定的傷害力嗎 我們看看他的大招會暈人嗎 這個聲音片不錯 5秒內 敵人的能量無法增加然後 好像只有存體提升傷害 那至於說他的那個專武剛開始的時候就是對方使用必殺技我們就會多放一次這個異界怒雷 那這個異界怒雷啊就是 算是範圍技吧 就是開一個門然後撇一個閃電這個動畫很帥 然後美命中一個敵人他又會回復能量 所以說這個專武是一定要開的 可是至於說 要不要開到30我覺得不是很需要 因為30的話只是90%到120 那加20呢這個就是 主號來測試看他的那個傷害力夠不夠 因為死掉很有效我覺得這也是蠻有用的 就是有點類似那個 干涉死掉之後仍然可以造成傷害那他這個是 一直會到戰鬥結束只要對方 只要對方放一次必殺技然後就會產生一次這樣子一個範圍的這個AOE傷害 好 那我們繼續推喔 阿塔利亞應該是會被魅惑 阿塔利亞不會被魅惑 阿塔利亞不會被魅惑 對對對對對這個技能 這個遺物前排被魅惑阿塔利亞不會被影響 那我們來試試看他有機會 不會 剛剛是不是去西奈拉失敗 是因為我被干涉換位打斷了西人的動作嗎 不是啦這不是西人啊這是大招對不起對不起 好關自動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可以西啦還是可以西啦奈拉還是被西了 好 好所以還是還是可以西了 然後OK自動 開場大招 他大概只有扣大概70%的能量因為那個一開始奈拉沒有什麼能量 好艾亞之類用一下好了 好全能量滿滿 然後上誰勒就可以上基本國家隊 好 好這樣就好像沒有什麼好看 好因為傭兵的雷人實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強系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選 好最後一關 他應該沒有辦法去墊他先不要用這麼強的用女妖就好 我們來看看如果他被拉會怎麼樣好了 他如果被奈拉拉會很容易被克嗎 還是可以丟欸我們來試試看囉 開場 貝拉 丟 是丟誰啊 我們再看一下他在哪丟誰 他貝拉拉但是他還是可以丟人 這一位 這一位 這個前排這一位 再看最後一次 注意看 安丹德拉 安丹德拉 被卸進來 丟好丟到這邊來 然後OK 他死掉的話是被一個異界吸走 畢竟他的那個大招是什麼 什麼那個 大招是跟那個那個什麼傳送門一樣嘛 好 所以說就算他被奈拉拉住他的開場丟人技能還是可以觸發 然後換個位置 好都是丟安丹德拉 那怎麼樣讓他不要丟安丹德拉那就是你你用一個角色去讓安丹德拉失血 來看一下有什麼角色開場可以可以趕快打底一下我們看一下獅子喔 獅子趕快砍他一刀 砍一刀 有沒有 他現在丟誰他現在丟那個前排的克愛瑣斯所以他的優先度應該是先丟前排 注意看喔 砍 然後這邊吸克愛瑣斯 所以說你要怎麼控制他要丟誰呢 大概也就一開始這個前排 因為一開始他就是丟安丹德拉 但是我現在這樣子擺變得是獅子他砍一刀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他砍到安丹德拉 安丹德拉他的那個血他就沒有到100% 所以說他的那個奧登的技能他會去 丟 那個生命比例最高的那位那因為安丹德拉先被獅子砍一刀 他的那個生命比例就不是100% 然後然後再來他就是丟克愛瑣斯所以應該是優先丟前排 那克愛瑣斯可能一開始 他放技能的時候女優還沒打到他 所以說克愛瑣斯的血還是100% 那個女優沒有丟到女優的動作比較慢然後就就直接被那個奧登給吸進去 OK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然後奧登因為說他去炸別人 如果說敵人那個能量不是很多的話他並不會消耗掉全部的能量 所以導致他可以一直開大 也沒有到一直開大就是 他開大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他的那個那個什麼專武的那個技能啊 那個產生那個範圍傷害 命中敵人又可以回復50點能量 所以說他在場上的話應該是可以一直炸一直炸一直炸 然後把敵人的那個能量清空然後又一直亂丟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控場型很強的角色 部分能量已經部分那個道具已經滿了 錢已經滿了 好沒關係010 然後那個感謝我那個我測這個 我測這個這個什麼那個角鬥士的時候啊就是 大家提醒我說這個 這一個什麼東西 角鬥士的那個分享好這個賞金令的活動 你10連抽他就會出現份獎的按鈕或者是紫卡或者是新英雄 然後這個我說這個這個任務很無聊但是我錯了 他是可以累計的 他是可以累計的 有沒有我剛剛領完這個20然後 他就說三次六次 所以說不是只有100點 而且這個這個數量也會增加 所以所以這個這個這個也是更正一下這個賞金令 很適合無客 所以我說 你這個八天的這個任務然後再加上賞金令的活動無客要換到一隻雙子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賞金令啊他的這個 數量加起來應該兩三百個沒有什麼問題吧 兩三百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競技場現在挑戰一次是20個 好我們現在隨便打一個大大 好我們戰鬥 因為小號沒有那個一箭一箭跳過 沒有一箭跳過比較比較麻煩一點 OK 戰鬥結束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角鬥士的任務 好我領了20點 然後再來就是再挑戰三次然後就可以繼續領了 然後越領的話任務應該是越來越高 好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所以說這個賞金令 慢慢解下去然後再配合那個每天的那個高階競技場的活動 換到一隻神魔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的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 再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